哎呀童仔 你看你这名字 童仔六七八是吧 哦 摔死了七台 你是八台是吧 所以你叫童仔六七八 我操你妈的 太他妈邪恶了农民 必须毁灭 对对对 这个 就是只要你啊 铁了心跟那个农村户口啊 没完没了的死磕啊 那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什么他妈的 什么敬业啊 什么这个那个 什么有良知有个屁 大神啊 现在这个 这个臭宠开会啊 要没你啊 开不好啊 你是发起人 臭你妈的 农村户口 傻逼 傻逼邪教 一帮臭宠 整天惦记什么 政治制度 和这个食品安全问题 我操 我真的是搞不懂啊 这个比左右互博群 好像还要厉害啊 这个童仔啊 孤狼啊 还有什么 艳阳高照啊 还有大山啊 你们从小吃地瓜 现在吃的菜是用这个粪汤子浇的 有什么食品 食品安全问题啊 别你妈装逼了 我操 这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大山啊 你就加入 加入我的团队啊 坚决 站在这个消灭农村臭虫的第一线 啊 我 我就肯定不会加上你了 同仔啊 你这个骂节啊 一骂能骂两天啊 这个跟什么家教啊 就什么教养都 都没有关系 这就是这个地瓜导致了啊 你节哀顺便 好吧 哎呦 同仔啊 你管我叫农村细菌是吧 就看来你对农村的看法也很大啊 这怎么好意外啊 说实话 看这个照片 大山这种 整体的调侃有什么用 我刚进这个群 现在在我们这个非常的刺激 我们这是决心者 半决心者 对不对 明白了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而不是在群里夸夸吹起来 你不要我我 不要你 都逼逼 逼逼 有什么用啊 都是这么的扯机般的 哎 吃饱了 也好 这是另外一个 调节情绪 这个都没问题 对不对 墙外的人 也不要贬低 墙内的人 因为墙内的人 如果是决心者 都是冒着生命危险 讲到这个 失去人生的自由 以及生命危险 暖精的 等等 喝茶了 这是小事 等等 你们要加强 鼓励 对不对 是吧 墙外墙内 也要团结一致 怎么样 做得更好 这是全主追逐了 对吧 在前线打仗 很辛苦的 知道吗 在后方 夸夸其他 对不对 扯逼弹 就不要 知道吗 就这么简单 小齐 是我 朋友吧 对不对 群友吧 也算是好朋友 对不对 我过过群都这样说过 对不对 我也不想骂人 其实我骂人在施政区 谁有名的 对不对 就没有必要去 你比我牛逼 我比你认识提高 狗逼用案 认识也好 提高也好 一直对外 才是最牛逼 其他的都是扯淡 内号干嘛 对不对 给人家不是笑话吗 对不对 可能有人会觉得 小齐 不是把前面的情拆了吗 我建了这么一个群 建了个私逼群 这是你们的路会啊 这个群不是受建的 这个群早就建了 当时也可以当个备用吧 那个群拆了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就这样 我也不想解释 那这个群呢 就无为而至 我只是搭建了一个平台 你们也别把群主 挂在嘴上 我也不想当这个群主 我也不想担这个责任 我也不想去教育谁 我自己还教育不好我自个儿呢 你们愿意怎么展现自己就展现吧 我写了那么几条 那是做人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不管这个都做不到 只能认为你自己就不是人 那就这样吧 这个群能不能好好聊天 或者是撕逼 全靠你们自己 你看看自己什么样也行 这个群 就是个照妖镜吧 或者是镜子也可以 出门之前看了自己脸 还是不是挂着鼻涕 小气好像被气得不行 哎呀 人就这样子 所有看会意气风发的 但是我真的不专程 天到晚都一起风发 搞音频群多危险 现在我觉得没有这么多勇敢的人了 也不是说没有勇敢 我们想勇敢 但是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听了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而且那些音频也不是所有的 都是准确的 也有带风向的 都有 大选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么多 自媒体的音频在这乱带风向 也不至于绕这么大一弯 到现在还改不过来 那还掰不过来 那弯到现在还掰不过来 哎呀 反正不管是国内的 还是海外的 只要是华人啊 说中文 就说简体中文的啊 写简体中文的 华人完全没有民主素质 就是 我不是说所有的人 但是就是一普遍现象 没有民主素质 这就是飘大哥说的那样嘛 把民主党 这个 跟共产党挂钩 把什么什么挂钩 然后弄的都是你死 把人家西方的民主制度 搞成文化大革命是你死我活 就是这样嘛 那没办法 所以转来转去有什么用呢 不管是在墙内 还是在墙外 没有这种意识 有什么用呢 还是有点 你童仔啊 你你你你他妈亲口说的 你怎么着啊 不服啊 哦这是调侃是吧 我操这他妈对自己出手太重了 我操 有他们这么调侃自己的吗 要不这个农民啊 他就没有分寸感 就是狗屁不通 就这么调侃自己 是吧 他太那么 太邪恶了 很多事情啊 是真的没有办法 你比如他说 现在特供特别严重 取消特供 食品安全问题就解决了 你要主张废除死刑啊 是 你是为了给这个贪官保命啊 以后贪多少钱 都不会被判处死刑了 就他妈这些观念 我才真他妈没法弄 所以你就得逗他们 你除了伤害他们感情之外啊 你没什么可做的 这摔投胎啊 是这个群友艳阳高照 他为了这个 他就是为了骂我嘛 他说我也是农民啊 三代以上啊 是农民 冲击上是五代 再上诉 再上诉几代啊 生了投胎都得摔了 可我又不是汉族 这事我 我干不了啊 我 这个艳阳高照啊 艳阳高照 说完了摔投胎之后啊 这个童仔就说 他已经摔了七个了 这都是他们自己说的啊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样讲 这个事和我无关 摔投胎 都是他俩说的 他俩是越说越上野 发展到这个 说自己已经摔了七个了 我凭啥要管他们呀 老兄啊 你就放心吧 你看着我好像这个挺霸道的啊 这个咄咄逼人是吧 你放心吧 那个艳阳高照和这个童仔啊 那可是狠角色啊 那可是农村狠人啊 对啊 他为了证明我是农民啊 上诉五代啊 再上诉到元代啊 他说我摔投胎 那我要解释一下啊 我读和摔投胎无关 光明岭啊 他们是比我强啊 尤其是你 你比我也强啊 但是我从来不怕农民啊 什么狗屁气嘛 什么他妈三权分立啊 全是扯淡 你就把农民啊 你就伤害农民感情就行了啊 扯别的都是虚无缥缈 都是扯淡 你以后不要看那心灵鸡汤了 好不好啊 老兄啊 我啊 我当然心平气和了 我任何时候我都心平气和 我从来不会和任何人闹恩怨 我不会 但是我就喜欢啊 我就喜欢及时回复 这个老兄啊 你你 就是我啊 我你你你应该能看出来 我可从来不主动出击啊 我会我对你没有兴趣啊 但是回复啊 是我的义务 对吧 你既然问我一些问题嘛 对吧 你包括你骂我啊 我认为就是要跟我商榷 我当然要回复了 对吧 啊 这个有问题吗 一下摔死七个 山东同化 老兄啊 你这个话说的不对啊 虽然我从来不和别人闹恩怨啊 但是你要说我没有改变别人 这个非常不客观啊 因为我改变别人啊 这个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啊 你就比如今天吧 他们就就搬出了自己的这个糗事 摔投胎 还有人补充呢 自己摔了七个 我操 要没我 他们能说出这种话吗 这个摔死七个啊 你扎一听 好像是在调侃自己啊 那那可不是那样啊 现在这个体制啊 就是有超强的维稳能力啊 如果体制这方面弱一点啊 就像那什么艳阳高照啊 什么同宰啊 这个 就再赶上一场文革啊 他们啊 肯定得摔死七个啊 至于摔死谁 那现在不知道啊 他们绝对能干出这事了 所以啊 我这个跑路啊 我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民主自由人权啊 我就是为了躲开这个 童仔 这个童仔的纯爷们 我害怕 对啊 哎呀 我明白你的意思 知道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也是非常容易理解他们 但是我也不说了 我觉得总的 又比左好呗 中间派最好 中间派也是偏右的好啊 应该是 我不会觉得偏左好 应该是特指为开化 这个词应该是指为开化吧 我的家 那有一根筋的